7月是收获的季节 地里面的各种蔬菜瓜果 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可以采收了 大家好 我是小草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7月份的小菜园 有哪些蔬菜可以采收 白皮苦瓜 已经进入了瓜果的时期 大大小小的白皮苦瓜 挂满了藤蔓 不同品种的南瓜 也都开始挂过了 有长形的蜜本南瓜 葫芦南瓜 还有圆形的贝贝南瓜 大大小小的南瓜 都分布在菜园不同的角落里面 南瓜我比较喜欢吃 软糯香甜的小贝贝南瓜 还有鲜嫩的南瓜藤 在夏季炒上一碗非常不错 扒掉老爷的长豆角 又开始了第二次生长 长出了新的枝芽 开出了许多蓝色的小花 过不了多久 就又可以采收豆角了 一栽的秘书 经过了几场雨水的滋润 发出了许多新的枝芽 长得枝繁叶茂的 长条的线椒 密密麻麻的挂满了枝条 枝等待成熟 红透时 再去多辣椒酱 非常不错 获种的这些小块 晚熟的四月毛豆 长是特别的好 结甲又多又大 挂满了枝条 育于葱葱的小葱 已经长成了大葱的模样 只等着去采摘了 韭菜是菜园必备 一打理好养活 夏季南蔬菜空性菜 叶片长得脆绿 宽大肥厚 采收了一茶又一茶 红薯叶是夏季菜园 必备的绿叶蔬菜 采收期比较长 一打理好养活 可以一直吃到十月份 在水沟旁边 移栽了几根白皮烧瓜苗 可能是因为在水沟旁的原因 第四比较阴凉肥沃 叶片长得特别翠绿 也开始开花做果了 移栽了几根嫁节的 麒麟小西瓜 也开始结小西瓜了 茄子苗经过二次枕之后 已经全部发出了新的枝芽 又开出了很多蓝色的小花苞 过不了多久 又可以有茄子吃了 红红的小番茄挂满了枝条 基本上每天都会去菜园 摘上几颗 当水果食用 西红柿已经过了采收旺盛期 已经挂过不多了 七月的小菜园 可以采收的蔬菜 还是蛮多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 在这边 在这边 变化了